德云社工资大公开 他这个态度让大家都误会 你清楚说你在这儿挣多少钱 税后多少钱 挣钱啊不够交税 问问你啊 一个月挣多少钱 一个月不到十万块钱 说具体点 四千三 我每个月不到一个亿 你就直接说三千几 三千五 一个月挣多少钱 每月全权算上房间 六千块钱 我刚才四百 小手竟然是我自己 我也别胡说八道 我诚实一点说 我诚实一点 我诚实一点说 一个月啊 五万块钱 诚实了吗 诚实了 我都称五十了 称五十了 德云社工资怎么发 德云社工资是怎么发的 说老话叫记价 现在比较流行的词 叫话考琴 一个月得演够多少场 我们要演够多少场 咱还得罚钱 这个鞋也来的路上 给我发微信 哎呦我还一常 给我发无法套 咱私下的聊的圈 你也忘了还能说 说明真实 对 我说不怕你不来了吗 我说不怕我 这为什么 你就正儿挖紧了 该给钱给钱就得了 得用几 为了意思 为了意思 我们呢 合一说是 每个月十五号 发工资 发的数个比较大 每个月都是在 三千万到六千万之间 我每个月不到一个亿 你就直接说三千几 三千五 我怎么才七百 德文社九月月发工资 而且五显一斤全额缴纳 德文社演员四百多 加上工作人将近一千人 一个人两千块钱 不少钱呢 所以在这呢 我也是要隆重地感谢一下 郭麒麟老师 你感谢什么郭麒麟呢 郭麒麟养活大半个德文社 你不知道 过年到现在 十二档真人秀 不是那你师傅呢 你看他干啥 二百二百 发的太多了 以后直接跟孟革 直接单独转让 现在对费已经有很多 不是欠销一些艺人的 这是我们的主管吗 刚刚毕业的孩子们 一个月有一万块钱 小剧场还不算商演 那像之前退出的这些 演艺场拿几万 并没有像他们讲的 一场一二百 那说谎 说谎 必遭天前 记住了 德云社是现在说下 挣钱最多的单位 这些年 不管是走的 去世的 在这的 活着的 都算上 郭德纲没在钱上 对不起过任何人 从08年德云社 就有人陆续退出 到今天都没有一个人 站出来说 哪天哪天 哪件事 钱给我给的少 他说不出来 没有人能够说得出来 这只是一个托词而已 在钱上 我永远让钱压的人 你三毛钱的能力 我给你一块 可是有的人 三毛钱能力拿一块 他觉得我可能能挣十块 这就是不一样 人够有志不可强求 不管是走的还是怎么样 都希望他们好 就得了